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原生你好,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時也會聽到很多妇女和女性的不同年紀 有時會在談話之中聽到 驚奇,很混亂,或者很多時候都出現了很大的流量 或者是很痛 去腹科醫生檢查後,經常都會冠了一個診斷 就是指宿內膜二位的問題 似乎都很常見在女性出現的問題 袁先生,可不可以替聽眾解釋一下 譬如成因,或者在臨床上 在臨床上,如何能解釋一下這些問題 我們過去的經驗都有很多這類問題 為什麼呢?我經常和大家分享 通常病人都有些問題 其他方法不太容易去治療 譬如指公浪膜疑胃 通常一般人去看西醫 西醫通常叫你去吃荷爾蒙藥 吃避孕藥 但這很危險 因為指公浪膜疑胃的問題 是和刺激素有關的 荷爾蒙再這樣刺激他 問題是越來越嚴重的 可能一段時間被控制得到 但有些醫生也聽到在網上 有些大家建議 最後沒有辦法了 開刀割了一次公浪 這個肯定在我們的醫療裡 不是一個解決方法 你醫不到就割了他 其實不等於醫治 在同外療法裡 我們也有很多很好的療劑和經驗 去處理這類問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先了解 子宮内膜疑胃是什麽事呢 通常是子宮内膜的細胞 在一些子宮以外的地方去成長 通常在卵巢、舒卵管、下腹等 和膀胱和膀胱 这些不應該是子宮的細胞 在那裡存在的 它就跑了出去 但當然這些細胞很少 會走到其他很远的器官 例如眼、肺 通常只有附近 那些病人的病毒 那這些病毒 通常是因為身體的荷爾蒙 那些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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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不出 我觉得跟我们现时的食物里面有很多荷尔蒙 我们的动物的治疗,有很多荷尔蒙,生长荷尔蒙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导致解惑,导致这个问题 也可能被人弱,因为这始终都是荷尔蒙在外来侵入身体 通常我们知道经期每个月清除,整干净的身体 方便妇女怀孕,起码子宫要保持得干净 所以定期有经期将子宫内膜排走 但在现在的子宫内膜移位,有些子宫内膜的细胞 是生长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当经期来的时候,它就好像是一种经期,想排走 当然,如果它在的地方,可能在卵巢附近 在膀胱或其他地方,会出现一些很异常的痛楚 主要的症状是怎样呢 通常的症状都是经期经量很多 以及一种拔扯的痛 很严重的 通常在经期近尾升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症状 很多时候,子宫内膜移位会导致不仁 其他症状,患者可能很炎症 情绪不开心,很多哭泣 可能经期来之前 还有乳房会肿胀 腰背痛 经期来之前 也有时候会作呕 身体腿部抽筋 情绪低落和缓云 肩膀痛也有 可能在膀胱小便时,有种却弱感 也会体重增加 在经期来之前 或者经期那段时间 体重增加 但有时候是什么都没事 表面什么都没事 在同样的疗法里面,我们也有用疗剂 过去很多经验 我们也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我们会用一些急性的疗剂 比如突然痛得很严重 肿肿胀胀 预防红胀 这种急性的症状,我们会考虑的疗剂 就是Beladonna 那个癫茄 当然除了癫茄之外 有很多其他可以用得着的疗剂 例如蜜蜂 蜜蜂通常是以肿胀为主 如果伴有身体有水肿 尤其是眼皮有水肿 我们会想想蜂蜂的急性 可以应用得到 如果病人患病时 特别不想移动 口渴、口渴、口干 但又不想移动 我就会想白色斤 如果病人患乱乱乱 可以想最后施命 这是我们常用得着的疗剂 当然其他蒲公英 也是常用的 蜜蜜汁也是常用的 似乎我们的症状 要配疗剂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急性有症状 找急性的疗剂去处理 大部分都是慢性病 慢期的症状 其中一个疗剂 是比较上 很好用的 这个疗剂叫Sabina 圆帕 圆帕是女性常用的疗剂 表面症状通常是经痛 出血 月经过多 或者作流产 这类症状 胎盘是不正常的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 通常 特别的症状 就是出血 流血和一个血块 一起走出来 和淡红色的血块 稍微动力会更差 但是正常的走路 又舒缓 又舒缓好些 这种突发出血 好像 分娩时的疗剂 30分小 这种疗剂 这种疗剂 女性特别容易流产 为了第3个星期 突然很容易流产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如果有症状 记住这疗剂很重要 就是背脊痛 那种痛是由底骨 Sacrum的痛 会延伸到齿骨 前面 由表面 底骨 延伸到前面的齿骨 这种疗剂 特别的症状 痛 就是 玄泊 Sabina 主要的疗剂 我们很多时候 都要视乎 出现的症状 同样疗剂 我们很多时候 除了症状 找到症状之后 我们也有时候 用整体性 体质的疗法 譬如丐 丐型的症状 肥肥白白 中食鸡蛋 很有责任感 担心照顾家人 这种丐症状 亦中食鸡蛋 另外常用的是白头翁 通常是女性多 情绪是很温柔的女性性格 很容易哭 不开心的女性 容易哭 其他有南美蛇毒 还有水鸢 有好几天 马前子都是常用到的疗剂 当然 虽然是 虽然是蜜鱼汁 硫黄 这些都是常用到的疗剂 还有一个经验 通常我们都会用了 Sulia Sulia是一个深层的疗剂 通常都是因为背后 有些身体的 细胞的真身 有些是多了出来的 子宫内膜移位 子宫内膜的细胞 多了出来 在不正常的情况之外出现 所以Sulia是一个 深层的 经常用得着的炉剂 营养方面 我们通常都会避免一些 有刺激刺激素的食物 所谓液酸 Foliacid PABA 和Boron 这些食物 这些营养素都尽量避免 其他营养素用多了 例如对护肝 油肝的 Maphine Inositolcholine 这些油肝的营养素 我们都会多用 也有一个营养素 DIM 这些营养素 这是椰菜花里面的 抽取物 通常发现是对 惊奇痛 因为耳子宫内膜燃胃 和惊奇痛也有关 营养方面 也有些工具 当然 营养的食物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的过去经元 重心 我都要好好的 找好的同学療法療剂 这个是几月 惊奇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会很快的 你也要用很多一段时间 半年一年 可以观察到经期每次来 是否这么痛 最后可以用检查的方法 看看子宫浪漫是否少了 控制了 当然我们不希望 有些情况 那些女性 处理不了的 通常都以为是 割了 最好不要走这条路 有其他方法 和疗法可以先试一下 谢谢袁玥医生的分享 因为始终 很多时候 一些问题 西医的方法 不能处理 就叫你割了 但是 整体我们一个人体 是每一环扣一环的 如果有些妇女 刚才袁玥医生说的 可能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你还会不会想 割了他就没机会生个小朋友了 那怎样去处理呢 就算是西医用的最简单的方法 要不断地吃避孕药 其实可能也将问题 更加是恶化了 不是得到一个 试试底底的解决 虽然可能 这些情况 未必可能一剂两剂 就可以解决到 你和 吃避孕药 可能你也要 尝一段长时间 也解决不了 还有副作用 所以有些疑难习症 也不要放弃 同理理法 一定可以有疗剂 帮助大家的 多谢袁医生分享 各位如果有些执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有关的疗剂 或者是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 亦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